大家女主角來了啦 怎麼那麼會演啊 怎麼那麼會哭啊 哦 怎麼那麼會開槍啊 槍不是你開的 好,來來來 來,我們這個背板前方 讓這個心靈先定格 讓這個現場的媒體可以來拍個照 拍個照 拍完了照呢 我們再針對今天這個大名的MV 可以來聊一下 應該是期待很久 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整個導演團隊 跟整個製作團隊 應該也聊了很多不一樣的感覺 好啦 哎呦,今天的水水哦 MV當中你看就像後面一樣 哦,他真的是 豁出去了啦,各位 不只要報名女歌手 還要報名女演員啊 好,來 Sinky就是各個角度 我們今天這個有點斜斜的 包括一些粉絲也來現場 對你送上最熱情的姻緣 恭喜啦 等待了很久 今天終於正式發片 之前提告過 這個在KKBOX啦 在MyMusic啦 我們的華語單曲榜 華語單曲日榜 新歌排行榜都是 冠軍 好 旁邊再補一下 OK嗎 中間正前方 好,可以了嗎 可以了,我要收囉 好,謝謝 來,我們請上麥克風 嗨,Sindy,你好 哎呦 看看,有瞎 有瞎喔 哦,哦,哦 Josay Sha Josay Sha 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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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嘿嘿嘿 哎呦 好啦 有聲音,怎麼樣 看到這個自己 劇照啊 對啊,怎樣 很苦 你要嗎 因為殺很多是不是 呃... 對,大家會覺得其實是真的是殺很多 真的齁 其實不是因為很苦 是因為眼睛張不開 眼睛殺殺的啦 沒有啦 對,大家會覺得很大心靈 這個歌其實之前啊 包括這個在聽歌演唱會上 聽歌分享會上 還有這個短版的MV畫面 都讓大家覺得很期待 一直在敲碗 對,其實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就是好像在釣魚 哈哈哈 掉胃口各位 掉胃口 一點一點的放 一點一點的放線 然後 呃... 因為這一次的MV真的很不一樣 它是比較 微電影感的MV 對 然後... 呃...其實我覺得這一次專輯 嘗試了很多 呃... 不一樣的合作的創作人 對 包括這個導演阿財導演 嗯 然後這個題材也是第一次嘗試 嗯哼 可是這個也是我 舉雙手贊成的 阿財導演其實他第一次到公司開會的時候 他就... 他就... 他就很認真 有五樣 有五樣的... 五個... 五個故事這樣子 嗯... 然後最終就選擇了一個這個就是 大家最沒有辦法想像 嗯... 我在裡頭 那我自己也是其實過了一些戲影 對 因為... 一般以前演的角色的印象很深 值大家的心中這樣 嗯... 然後一直沒有像這樣子的角色 可以讓我去... 所以很感謝這一次有這麼好的這樣的劇情 嗯... 然後也非常搭配這首歌 然後... 我想... 我... 我自己很期待 大家看到這個完整版之後的感覺 反應跟感覺 嗯... 但是這一首歌是這個張簡... 張簡軍偉的曲 對 詩仁成大哥的詞 是 那我看到這個手上的資料說 你等了這個歌的歌詞 等了三個月啊 對 等到最後一刻 等到我們都備案 都已經... 都已經... 要...要寫維元哥 硬寫出一個版本 所以... 當中那個... 世仁成aka大番鼠 他發生了什麼事 大番... 不是我想的 大番鼠哥哥 世仁成大哥 他都叫大番鼠哥哥啦 他是怎樣 脫稿是不是 不是...我覺得他就是... 他太忙 他就...他不是太忙 他是真的有在寫 我覺得...他就是文字藝術家 你知道嗎 想很久 對...所以... 這時候就是... 其實他靈感來的時候 他就在那最後兩天... 啪啪啪就... 就寫好了 但之前斟酌很久就對了 斟酌很久 可是我的歌詞分兩段還是三段 分兩段 才唱完 才收到 才收完整 然後... 我真的是因為我是... 會做功課的人 就是錄音前我會想做功課的人 所以... 對我來講是... 滿... 滿特別的經驗 就是... 怎麼... 因為... 中文字比較特別 就是... 很多音 然後所以你跟那個音樂 要對上的時候 是真的是要去... 去適應去對一下的 所以我從來... 就是錄音... 就是... 出道... 說長不長 是啊 說短也不短 就是真的第一次是... 拿到熱燈燈的詞 然後就馬上唱 但是... 唱完之後... 超級好 拿到詞 唱完之後大家都沒話講 就是覺得說... 好啦... 就是雖然大家... 內心緊張到一個程度 可是... 還是覺得說值得 作品完美 還好啦... 不然差點就要扣大番薯的錢了 沒有... 差點就是要推文元哥出場 文元哥還真的是... 文元哥我準備好了耶 硬逼他在一個晚上把... 就是... 準備好你知道嗎 那你bonus就多放一首... 唯元作詞的好不好 許唯元填詞... bonus 第十一首隱藏版的歌 讓大家聽聽看 可以我們在KTV的時候... 唱唱看... 唯元哥寫的版本 好啊... 那今天除了這個... Cindy跟大家聊一下這個... 大眠的MV 包括這個... 詞曲的收錄過程 還有拍攝的過程之外呢 對... 今天導演很夠意思 嗯... 他來啦... 對...然後導演來了 很開心啊... 是啊... 今天跟... 跟他一起... 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是不是馬上歡迎導演... 出來跟大家見個面 好的... 年輕辛瑞導演... Ladies and gentlemen 歡迎我們的胡瑞才... 嗨... 阿財導演... 西門町那個阿財... 所以拍電視興趣... 沒有... 我亂講都亂講的啦... 不是啦... 好... 來... 等一下... 我們讓阿財導演... 先打個招呼啦... 有沒有聲音測試一下... 嗨... 嗨...大家好... 我是阿財... 那阿財導演... 我要先幫你... 保管一下麥克風... 兩位的麥克風... 我們先讓兩位拍個照... 好... 來... 導演跟那個演員... 齊聚一躺... 我們先讓兩位拍個照... 緊張了齁... 平常都是在鏡頭後面看人... 今天被拍啊... 體驗一下感覺... 互動一下... 兩個人互動一下... 好好好... 你想成你是大眠的男主角... 好不好... 你們是... 一對... 神仙眷女... 來... 阿財... 這時候手想擺哪裡... 自己就伸過去... 啊... 不敢齁... 喔... 對對對... 他很害羞啦...各位... 好啦... 這樣可以了嗎... 好啦... 好啦... 我們那個... 反正導演的照片也不會被用... 啊...不是啦... 會不會被流動啦... 會被流動啦... 來...來... 好... 跟大家聊一下啦... 大眠MV等一下就要播放了... 對... 那個... 印錢導讀來一下... 好... 這一個MV是一個... 它... 我覺得就是... 愛得越深... 就會... 傷得越痛的一個MV... 嗯... 那... 它可以有一個故事的情節... 去引導觀眾... 去感受這首歌的氣氛... 嗯... 其實... 因為這個角色落差很大... 嗯... 然後會...會是... 會是一個什麼... 什麼感覺...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它... 就是很專業... 對... 所以我們在過程中... 其實... 兩個人互動... 就很自然而然的... 可以... 就是入戲這樣... 對... 就覺得... 呈現出一個很大的張力喔... 所以呢... 對自己的... 表現很... 也滿意喔... 蛤... 讚啦... 讚啦棒棒的... 導演你怎麼看... 喔... 我很喜歡這個作品... 嗯... 就我自己... 本身很喜歡... 然後其實... 一定要特別謝謝仙靈... 因為... 他... 很認真的... 在整個過程中... 他其實... 不只在幫助這個角色... 他也在幫助... 大家一起... 將這個作品... 呈現出一個... 他應該會有的樣子... 唉唷... 然後覺得他... 現場花了很多的... 犧牲跟努力... 對... 沒有... 其實沒有啦... 我沒有很多犧牲啦... 還好是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還可以再多一點... 要重拍嗎... 沒有... 沒有... 就是其實導演... 我覺得他... 導演好清楚喔... 嗯... 然後... 你看一來就是有五個... 腳本... 對啊... 超認真的... 然後他中間在這個過程中... 他也很... 開放空間... 讓演員們... 做... 做一些溝通跟討論... 挑戰... 對... 然後... 導演他做一個就是... 最主要... 就是掌控的那個人... 然後他當然也... 開放這些空間... 也希望我們可以丟一些東西... 嗯... 所以... 我覺得這次合作是... 我很喜歡... 我也覺得... 很愉快... 然後在... 拍完的當下... 就非常期待... 看到剪出來的... 一剪... 成品... 對啊... 所以導演這算是... 類似那個... Bonnie & Clyde的嗎... 我倆沒有明天... 那個... 亡命鴛鴦的感覺嗎... 兩個人這樣子... 對... 他這個故事其實... 我最早就... 發想了一個... 有點公路感的... 末世的一個... 亡命鴦鴦... 對... 那其實... 這對於亡命鴦鴦... 他們有一個任務嘛... 就是他們... 綁架的人質... 綁架... 對... 但是... 在這個的過程當中... 女孩的某些猶豫等等... 其實... 呃... 也是某一種... 愛情的音色... 對... 所以其實... 才會... 把這個歌詞... 跟這個影像上面... 去做這個串聯這樣... 導演剛才有特別提到... 在當中... 其實我看到Amy那個... 砰砰砰... 那個... 行形式槍舉... 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哇靠... 導演你玩很大耶... 真的兇喔... 但是導演剛才講了一個... Key Point... 他說你有沒有注意到... 砰完之後怎樣... 對... 其實... 對我而言... 我覺得... 它所... 裡面所發生的事情... 它其實因為這首歌... 就叫一場大面嘛... 對... 對... 所以其實... 我... 裡面其實它... 當然有一些... 死亡的意涵在裡面... 但是其實... 它包含在... 情侶裡面... 有點像是... 我們都... 最後接著... 我們都只是被強迫... 有一場睡眠... 這也是一種... 其實它有太多... 開放式的空間了... 其實我沒有... 特別設定... 它看起來是什麼... 反正應該是說... 你剛剛答案... 你剛剛說... 但有沒有注意到... 變完之後沒有流血... 嗯... 我寫有準備... 有準備... 對... 但後來又覺得... 真的... 當你看到一個人... 躺在那邊... 嗯... 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不需要... 再用其他的贅述吧... 我覺得... 其實是一種... 意象... 因為它是一種... 開放式的一個結局...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開放式的想... 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想說... 兩個人... 在愛情中... 把對方... 對... 對... 然後也可以是說... 像導演講的... 就是說... 其實只是... 大眠嘛... 其實這個... 沒有學這個... 開箱的過程... 只是讓他... 強迫他進入一場... 休眠... 大眠的狀態... 對... 所以這個... 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想... 然後... 只是說... 在拍這一段的時候... 快要就是... 把他綁架... 快要去年的時候... 我的那個... 這個... 這個劇照側拍... 那個大哥... 從小看我長大... 他說... 你這次... 他就... 拍一拍照... 突然說... 你這次... 壞女人喔... 對... 他說... 你還要跟那個... 解釋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 在這個過程... 大家就是... 像阿關覺得說... 很驚訝的是這樣... 我就覺得... 就是要給大家... 這種驚訝... 很不一樣的感覺... 這個真的是... 我就是一直想... 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導演設定的開箱... 也許並不是真的死亡... 對不對... 是進入一種... 大眠的狀態... 每個人有一個... 不一樣的解讀角度啦...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故事... 心路歷程... 曾經有過的... 現在有過的... 可以自己做一些投射... 所以看我們都... 歡迎做分享啦... 對啊... 但是... 王興玲你知道嗎... 這一次這個... 你個人的全新專輯... 發行之後啊... 在豆瓣上面... 其實分數很高... 我知道啊... 你知道豆瓣這個平台... 各位很難取悅... 很難耶... 這些成分... 應該說這些... 成員啦... 對啊... 導演你在這個豆瓣上面... 都是關心電影方面的評分嘛... 對對對... 對不對... 你會覺得... 有時候一些片子... 真的分數很低... 很常會有很低的... 是不是... 那你知道王興玲幾分嗎... 不容易很高... 要不要給一個... 大名這首歌... 對... 這首歌... 你給個分數... 你覺得應該幾分... 注意發言喔... 對... 這個問題真的超難... 沒有... 我自己心裡的話... 我心裡就是... 設定幾分... 我無法... 我覺得... 我對分數覺得太難... 太難詮釋... 但是至少我覺得... 這首歌來找到我的時候... 我是很感動的... 我是... 對... 我只能以一個這種... 我覺得這個歌... 各方面太讚了啦... 詞曲、編曲、唱功... 還有那個影像的呈現... 唱的過程中... 我非常享受... 我覺得這首歌唱得很... 就是很用我自己的方式在唱... 因為我那時在配唱的時候... 張簡鈞老師他沒有... 他沒有... 嗯... 給我太多限制... 對... 那我就是... 照著我對這首歌的感覺... 自己去做一些鋪陳... 這樣...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配唱老師他會... 講很多故事... 有很多他... 他會設定好他自己... 要的一個樣子... 嗯... 那這首歌其實... 呃... 張靜鈞老師也是... 蠻給我空間的... 所以就是... 我覺得也是... 那個唱法是我唱得蠻過癮的... 一首歌... 唱得過癮也得過癮... 好啦... 要來公布了啦... 平常這個豆瓣上面很多的分數... 是那種六七分... 左右... 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對...算是很不錯了... 但是各位... 王晰霖的歌在豆瓣上面... 現在評分是... 8... 9... 掌聲鼓勵一下... 真的...欸... 很厲害耶... 就是... 所有的數位姻緣... 到目前為止... 得到的評價... 他整個專輯裡面... 這一... 大名是... 9點多... 9點多... 所以... 很恐怖耶...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很好... 我覺得... 很開心... 但是就是... 開心的是因為... 很符合我的預期... 這也覺得說... 哇... 第十二張專輯真的... 很棒喔... 很棒... 好啦... 所以呢... 恭喜妳踏出這個... 成功的第一步... 然後呢... 也帶來這麼好... 跟這麼厲害的導演合作... 謝謝導演... 很棒的影像團隊啦... 很開心這一次跟... 阿財導演會做到... 嗯... 好... 是... 所以呢... 導演這一次我們有做一個... 在您旁邊一個... 愛情警示牌... 就是要告訴大家... 在這個... 唯美的畫面之下... 其實有七個大雷... 大地雷... 是... 不能忍的... 在愛情中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我們要請這個... 工作人員可能幫個忙... 對...請這個... 心靈我們要下... 愛情警示牌... 第一雷... 最討厭對方怎樣... 有一個大... 大名嗎... 什麼大... 喔...自大啦... 自大... 討厭... 滾... 好來... 不行... 不能忍... 阿財... 阿財在愛情裡面... 他會怎麼樣... 來... 阿財宣布答案了... 有什麼呢... 喔... 他最擅長的就是... 啊...欺騙各位... 為什麼... 對... 我們不是隨機的抽嗎... 隨機... 隨機... 剛好符合而已啦... 好來... 心靈再... 再一個... 自大... 是個大雷... 欺騙也是大雷... 還有什麼是地雷... OK... 情緒化... 對... 情緒化... 忽冷忽熱情緒化... 來...阿財... 第四個雷... 好... 第雷... OK... 懶惰... 懶惰... 懶惰比如說什麼... 不作家事... 都要女生伺候他... 那長期來說... 這是滿難相處的... 是不是... 拍到底... 好... 最後... 王心靈在... 第五雷... 這個... 妒忌... 愛思醋啦... 疑生疑鬼了... 也是令人討厭... 討厭... 好... 還有呢... 好... 來... 貪心啦... 貪心是比如說... 貪心... 很greedy... 對... 很貪婪... 就覺得... 有了妳... 妳這A罩杯還不夠... 我希望妳到E罩杯... 哈哈哈... 總是... 某種程度的貪心... 好... 當然我是亂講的啦... 好... 但貪心有很多不一樣的... 這個表現面相... 不同層面... 來...最後一雷... Cindy... 揭曉... 啊... 不中... 可以嗎... OK... 謝謝導演... 這到底啦... 不中... 對啊... 我覺得這七個面相... 都令人滿難忍的啦... 對啊... 阿彩導演跟Cindy... 哪一個是你們覺得... 不能忍之... 最不能忍... 嗯... 哪一個... 我...我先嗎... 喔...我先... 好...你先來... 好...你先... 我...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嗯... 怎樣... 對... 其實這真的... 好難選... 這個選擇題真的太難了... 它就是一種種合... 沒錯... 所以... 一定要選一個的話... 一定要選一個的話... 我覺得... 哪一個... 我覺得... 我要選一個最冷門的... 最冷門的... 懶惰... 懶惰是不是很冷門... 你幹嘛想找話題是不是... 對...沒有... 因為... 因為就覺得... 這些真的都太容易... 會... 會造成兩個人的... 其實也不能懶惰啦... 不只是在生活上的懶惰... 就是... 兩個人相處... 呃... 經營... 就是經營彼此的感情... 嗯...嗯... 也真的不能懶惰... 也不能懶惰... 對... 不能夠把它變成是公式化啦... 對... 對... 所以呢...阿彩導演選擇是這個懶惰... 他是故意逆向操作啦... 對... 對... 因為... 大家心裡一定都有最嚴重的... 沒錯... 最不能忍的... 那... 我一定是選最極端的... 因為... 不中的話什麼都不用講啦... 喔... 對... 其他的東西都不行... 就是... 可是... 因為一定要選的話... 當然是... 最極端的不中... 因為其他的話就是... 可以... 可以試圖溝通看看啦... 對不對... 或是... 太懶惰的話就請備用嘛... 嗯... 就不怕... 也是啦... 也是啦... 就是... 可能還有一些解決... 有解奪的方法... 解決之道... 對... 那不中的話就很難了... 對不對... 一顆心裡變成... 變成兩個...三個...四個... 這就是沒辦法啦... 所以有沒有可能... 嗯... 因為女生會心軟嘛... 嗯... 他都跪下來求你了... 喔... 現在不會... 現在不會... 現在就是硬了... 硬漢心格... 現在不會... OK... 以前可能會... 現在不會了... 我忘記了... 好... 好... 所以他要進入大眠狀態了啦... 好... 所以這個是這個... 愛情當中的七大地雷... 提醒大家... 一定不能夠成為... 有這個壞缺點的人... 對... 讓對方覺得不舒服... 好... 可是很容易啦... 很容易不小心對不對... 對對對... 對啊... 所以的七大雷... 我們等一下這個道具牌... 會在最後讓大家可以跟這個... 呃... 讓欣琳跟他... 七大雷... 那其實我覺得每個人看完這個大眠MV... 都有一些不一樣的解讀的出發點啦... 寶演故意做成是... 簡稱開放式結局嗎... 對... 就是... 這一次其實從文本的部分... 嗯... 我們就... 有一點希望... 不要... 把它揭露得太明確... 然後... 尤其... 其實本來... 就是... 他其實就希望可以有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就是... 讓觀眾在投射... 這些人質的時候... 大家所... 所思考... 因為常... 創作會常講說... 呃... 如果... 就是影片出來了... 其實作者就... 就... 我就不在了... 我就不存在了... 其實應該是... 呃... 觀眾每一個人的感受是什麼... 就是什麼... 所以... 他投射的就是一個... 自己心裡的感受吧... 這樣... 嗯... 可能在不同的時候... 看起來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解讀結果... 你二十歲看... 四十歲看... 可能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歷練不太一樣... 嗯... 感受度... 敏感度不太一樣... 但是... 心裡對於說... 這次這個導演剪出來的版本... 覺得... 啊... 非常的滿意... 喜歡... 自己喜歡... 呃... 我很喜歡啊... 就是... 我覺得... 你... 就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很清楚的導演... 所以他... 他剪出來的東西... 跟他... 想像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的... 很match的... 對... 因為有時候... 可能你還是會有一些落差... 有可能... 其實我當初是還蠻驚訝說... 你會選擇演出這樣的角色... 因為... 你大概可以不要自己演... 嗯... 對... 然後你竟然會... 你知道... 頭髮也亂了... 妝髮這次不是負責... 幫女明星弄得漂漂亮亮的... 是負責幫你弄亂... 然後還畫烏烏... 其實講真的... 怎樣... 我們到... 髒兵那裡的時候... 他們... 也不用他們幫我弄亂... 就是... 我弄得亂... 到底都不得了... 然後七孔都流沙... 唉唷... 嚇一跳... 對... 七孔流沙... 回去的時候... 你就是棉花棒... 怎麼都... 怎麼都是沙... 然後... 連兩天都回去... 都要做那個... 吐沙的動作... 這喊罵對了是不是... 對... 我們都不用放飯了... 我們就差沒有泡眼水了... 對... 泡眼水吐沙... 就差這樣而已... 襪子裡面對不對... 都是沙... 鞋子穿襪子... 襪子裡面的腳... 全部都是沙... 哇塞... 所以那兩天的拍攝工作... 不是流鼻水... 不是流淚水... 流的是... 沙子... 對... 就是去拍... 重了兩公斤... 兩天重兩公斤... 因為吃太多沙... 吃沙就飽了... 吃沙就飽了就對了... 我們都不用放飯... 我們都不放飯... 我們都一直拍... 真的是... 聽兩位聊還可以知道... 幕後有這麼多有趣的話題... 跟辛苦的過程... 真的是要在那個地方... 才有這種功率感... 感覺... 亡命感... 所以導演也真的是... 非常會著急這樣... 所以... 你就是... 就算一天到晚吃沙... 整天吃沙也就是覺得... 安之如遺啦... 對... 因為這樣拍出來的感覺真的... 很像在一個... 在國外... 然後那個... 風味真的完全就到位... 很厲害啦... 那當然呢... 今天我們要在最後呢... 不是這樣子簡單的聊天... 就把它結束掉... 我們最後做一個... 邀請全場的大家... 做一個心理測驗... 對... 心理測驗... 那呢... 這個答案會在我們的螢幕上面... 題目... 請問大家... 看完這個大眠MV之後... 你覺得... 男主角最後是... 砰掉了誰... 嗯... 他... 殺了自己... 跟女主角... 嗯... 他真的把... 自己... 跟對方幹掉了... 第二個是... 被殺的都是人質... 嗯... 是真實人質... 是女主角幻想... 他錯亂了... 他覺得說... 可能男主角射殺的是他們自己... 嗯... 那第三呢... 男主角射殺了自己的雙胞胎哥哥... 所以剛剛那個... 其中一雷啊... 妒忌就是蠻嚴重的... 對... 因為男生... 看女主角愛上... 對... 看女主角出軌... 所以他把... 雙胞胎哥哥給... 砰掉了... 好... 有人真的是選這個嗎... 對啊... 有人會這麼... 這麼... 這麼天馬行空嗎... ABC請作答... 選A的舉手... 你選A... B... 還是C... A... 好... 那選B的舉手... 選B的... OK... 幻想的齁... 選C的舉手... 真的還真的有耶... 對...真的有耶... 你看... 那阿財你選什麼... ABC... 我又來了... 我要選C... 你故意的... 又來了齁... 嘿嘿... 這個人很反骨喔... 對對對... 我對他... 我比較難客觀思考他... 對... 所以我是看到這個新的選項... 覺得... 哇... 這選項好酷喔... 好酷喔... 對不對... 那Sindy你選什麼... 恩... 其實我一開始... 認為的還是A啊... 只是說那個... 真的... 那個... 射殺了... 那個... 是真的一個... 生命... 死掉了還是... 其實...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反... 反射的意向... 對... 就是男主角他們是... 射殺了過往的自己... 射殺了自己... 射殺了自己... 了結了這一段感情... 對... 其實... 其實在過程中... 這個劇本也... 還是有修了很多次嘛... 嗯... 本來也有想說做一些... 其他... 不一樣的結局設定... 然後最後... 我們還是決定把它... 回歸到... 男女主角本身... 自己的感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好不好... 這個... 最多人選擇的C... 我們來看一下C... 來... C是... 狂熱主義者耶... 狂熱主義者耶... 是感情裡面的瘋子耶... 阿財恭喜妳... 妳是瘋的... 好危險喔... 好危險喔... 趕快離開... 剛才舉手了... 他記下來... 我也是耶... 妳被兩個瘋子包圍... 注意一下... 好啦... 在愛情面前... 我們是甘願做一個傻子... 很多人覺得... 只要投入愛情... 就會變得失去自我... 希望能夠討對方的歡心... 那但是呢... 時間久了... 會讓妳自己... 失去判斷力... 反而變成是一個... 最笨的愛情傻子... 所以呢... 還是要記得...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愛可以奉獻... 但不能夠盲目... 我感覺這沒準耶... 對啊... 要做自己才不會惡性循環... 不是喔... 沒準喔... 完全沒準喔... OK... 那這段我後面全部剪掉... 剛剛做沒有做... 前面就是結束在... 那個... 我們的... 愛情告示牌... 經事牌器大的... 也都可以結束了... 但不管怎麼樣是這個... 有趣的測驗啦... 就是讓大家可以看完MV... 有一些... 有一些討論啦... 可以自己想想想... 那... 今天專輯發行了... 然後... 今天也讓大家看到... 期待已久的... 大年的... 這個... 微電影室的這個MV... 嗯... 知道大家期待了很久... 然後... 我也看到了大家... 我一直在關注... 我的歌迷朋友們的... 這個反應... 因為這十首歌... 我們都是把它當主打在做... 對... 對... 然後只是說... 它曲風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一開始在收歌的時候... 沒有限定... 設限說... 誰可能就是... 擺在位子裡面的一個... 一個... 某一個功用... 就是我們都... 不去設限它... 所以包含在詞的部分... 也捉摸了很久... 十首歌有十個不同的故事... 十首歌也是... 十本書的書名... 然後有... 有... 很豐富... 大家熟悉的王心靈... 不熟悉的王心靈... 曾經... 曾經感覺... 有一點... 覺得有點陌生的... 然後... 還是就是說... 你非常習慣的... 不習慣的... 你都可以在裡面聽到... 不一樣的我... 你可以在這十個故事裡面... 找到屬於你們... 可以... 可以有共鳴的那其中一個故事... 如果你還是喜歡王心靈... 以往唱的那種... 歡快的歌曲... 然後讓你聽得心情很好的... 專輯裡面也是有...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很有信心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的一張專輯... 所以呢... 掌聲鼓勵一下啦... 謝謝... 給大家一張... 發自內心都肯定跟認同的專輯... 而且那是... 第十二章... 唯一一章裡面... 沒有唱... BABY這個詞的... 我竟然沒有發現... 有人幫你整理一下... 大家可以回去... 找一下... 有粉絲厲害... 已經抓老抓出來說... 這是唯一一章... 沒有唱... BABY這個詞的... 我竟然發現太厲害了... 是... 所以恭喜... 王欣凌又更上一層樓啦... 繼續加油... 繼續努力... 謝謝導演... 感謝欣凌... 助理大麥... 謝謝粉絲們... 提醒大家... 感情裡面真的不要犯這個... 七個... 非常非常不可原諒的過錯... 也不要成為這七種類型的人... 但是呢... 這次透過了這個... 心靈的專輯... 真的跟很多優秀的... 詞曲團隊來共同合作... 包括我們剛剛聽到之前... 有這個... 山寧老師... 張簡軍偉... 詩仁誠... 小韓... 然後呢... 還有這個... 呃... 李子剛... 很多優秀的朋友... 葛大維等等... 都一起來全力打造這一張專輯... 所以呢...希望... 真的... 心靈表示... 他真的是有唱出... 十個不一樣的故事... 給大家十種不一樣的感動... 那我們來補一下照片... 等一下呢... 就來進行我們的媒體聯訪... 那當然... 心靈真的今天很趕喔... 等一下他要去趕飛機啦... 所以我們這個時間有點有限... 那你要謝謝我們這個... 胡瑞才... 阿彩導演... 辛苦你了... 謝謝... 好...OK嗎... 等一下... 分一下... 分一下... 好... 快手...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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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我們準備來囉... 心靈要不要先分享一下自己剛... 自己看完這MV的那個感覺... 其實我看... 我自己默默偷看了很多次... 第一次看的時候... 呃... 剛好那天一起工作的化妝師... 正在幫我化妝... 所以... 荒獅竟然眼眶紅了... 對... 然後... 呃... 因為他... 他現在就是... 自己當媽媽的時候... 感情很... 很豐沛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看到他這樣反應就代表說... 那天拍出來的效果... 阿彩導演剪出來的效果... 完全就是... 呃... 有達到... 那樣子的期待... 我自己是... 演得... 很過癮... 因為真的也很久沒有演戲了... 然後... 從來也沒有演過這樣子的角色... 那阿彩導演... 像他最後有看到一個... 稍微一點傷妝在臉上... 然後... 我覺得也是蠻特別的嘗試... 就是... 呃... 就是很期待大家看到的感覺... 然後前面當然就是... 有一小段一小段慢慢放給大家... 知道大家其實都... 很期待今天專輯發行... 跟這支MV出來這樣... 然後... 就很過癮啦... 然後... 嗯... 希望還可以... 之後還可以更... 更嘗試更多不一樣的... 角色... 如果有合適的歌曲的話... 呃... 或是有合適的... 欸... 這個... 這個... 電視劇啊... 或是電視的導演啊... 我其實覺得... 自己是實力派啦... 所以大家儘管來... 朝我演戲... 那因為很多人看完這支MV的時候... 有感受到很大的衝擊... 其實你自己看完的時候... 對於你自己的... 心情有搭... 穿搭... 你覺得有... 穿搭出你原本想要... 穿搭的... 東西嗎... 嗯... 這個... 這個部分其實可能... 比較要防衛一下導演... 因為他... 最早是導演的... 構思的構想這樣子... 那... 只是說我們很支持他這一個... 這一個... 呃... 腳本這樣... 然後他... 導演也是說... 他其實... 有一點驚訝... 我們會選這個腳本... 因為這個腳本... 是... 他提的五個腳本裡面... 可能就是... 呃... 反差是最大的... 但他也蠻驚訝... 沒有想到... 我們會選這個... 可是我覺得... 這就是我想要做的呀... 對... 就是我一直... 是想要做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做一些... 嗯... 讓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我... 對... 所以這支MV... 其實我覺得... 歌跟MV都非常的大... 然後有讓大家看到... 不一樣的網線... 嗯... 挺好的... 嗯... 因為真的好久都沒有演戲了耶... 所以我想說... 什麼時候還在回去... 戲劇或是電影方面... 可是... 有啊... 還蠻想的呀... 就是... 可是還是要看... 看... 呃... 來... 來的劇本... 因為... 可能現在... 現階段想要挑選的一些劇本... 可能跟以前... 比較不一樣... 對... 可是當然如果就是... 以前的劇本讓... 現在的我在演... 的話... 一定那個... 演法一定... 又會不一樣... 又會不同... 可是... 就會希望有一些... 多一些的嘗試... 所以主要... 還是要看得來的劇本... 希望有很多好的劇本... 跟好的合作單位... 嗯... 那講一下... 陳大明這首歌... 嗯... 是很困難呢... 還是... 唱起來感覺... 駕馭很平衡... 我唱得很過癮... 也是很... 也是過癮...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他也是滿給我空間... 唱這首歌... 他並沒有設一個... 在唱這首歌的框架給我... 然後... 嗯... 我就是... 因為我覺得... 詩仁辰老師的詞... 是... 呃... 語意很深... 那其實順著... 詩仁辰老師寫的詞... 然後... 我就這樣子... 就是照著... 他歌詞的詞... 這樣去唱... 其實... 是唱得還滿過癮的... 對啊... 然後... 中間過程... 唯一比較折騰的就是... 呃... 等次等了三個月... 這件事情比較折騰... 可是... 呃... 其實也滿快... 就錄好了... 而且這個成品... 我們大家都... 很喜歡... 嗯... 先... 菁琳是不是對... 就是公司... 做的那個道具... 好像有一點... 不太喜歡... 你... 我剛剛有這麼認真的... 不太喜歡嗎... 是一種開玩笑的狀態嗎... 在開玩笑啦... 對... 那因為剛剛有做... 那心理測驗... 心理也開玩笑的說... 自己... 就是... A不準... 那自己... 那個... A B C當中... 你覺得自己的歌性... 比較符合哪一個... 瘋子 騙子 傻子... 我覺得... 很難... 很難這樣子去分耶... 然後你說什麼... 我是傻子... 瘋子還是... 對... 就不要偏向哪一種... 騙子... 我都沒有你們那麼極端... 哈哈哈哈... 我就是一個... 就是... 好... 我之前其實講過說... 我覺得... 在感情的世界中... 沒有... 沒有... 一輩子的... 傻子... 就是... 他這個也沒有什麼... 傻子... 還是騙子... 還是輸贏... 因為... 你在一個感情中... 你可能... 你可能會不小心... 你兩者都兼具... 對啊... 感情本來... 就是... 沒有辦法用一個... 二分法... 或是剛才的三分法... 而... 一語彼之的... 那... 這些... 各種滋味... 我想應該... 就在大家心中吧... 嗯... 你覺得他現在... 很多女生... 會遇到... 就是... 他愛情遇到... 困境的時候... 會受挫... 那你覺得... 應該要怎麼做... 會讓自己... 比較好過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 男生女生... 在感情中... 都有機會... 受挫... 對啊... 接受這件事情... 然後你才可以... 進一間開始變好... 對啊... 你... 你如果沒有接受他... 你只是... 你沒有面對他... 對啊... 所以還是要接受... 然後去面對... 然後接著... 就多交一點朋友... 呵呵... 就可以了... 多交一點朋友... 都跟好朋友在一起... 都跟家人在一起... 然後... 趁這個時候... 沉澱一下... 然後多做一些... 自己想做的... 該做的事情... 去精進... 然後有些事情... 自然而然... 它就會發生... 那我是... 如果是說... 會有... 不忠啊... 或是什麼... 你現在是有感情問題... 哈哈哈哈哈哈... 來... 你告訴我... 發生什麼事了... 你跟姐姐講... 就是假設嘛... 如果遇到... 不忠... 或是... 被騙啊... 那什麼樣的狀況... 不忠就甩了他啊... 就這樣把他甩了嗎... 他不忠... 你就甩了他啊... 不忠還有什麼好講的... 如果他要說... 我其實還是很愛你... 但你就不忠啊... 所以對... 遇到不忠的人的時候... 你是可以... 毅然決然的... 直接放棄這段感情... 我可以耶... 就是... 就是你在喜歡... 或是內心覺得在受傷... 就... 我會耶... 我就會走開... 因為我覺得... 都不忠了... 其他就崩潭啦... 對啊... 很多事情... 你還可以彼此... 努力看看... 然後... 試著去調整看他... 可是... 不忠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所以... 你碰到不忠的人... 你不要一然間... 我會喔... 還有沒有什麼... 愛情的問題... 好... 心靈老師現在開始講課... OK...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